现在我们看交流电路 我们主要看这个交流电路 当我们在上面这个狮子看到 一个震荡电路里头 电阻是不可少的 绝对少不了 理想状态就是理想 就是永远达不到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能量会消耗 能量会消耗那怎么办 好像我们荡秋千 你推一下它就开始震荡 你以后都不再推它的话 它震荡的时候 它是震荡越来越小 最后再零 因为它有阻力 如果我现在 我用手推它 这个人 荡回来到最高点的时候 如果我轻轻的一推 就输送一点能量进去 补偿刚刚所消耗的这个能量 那秋千 你始终在你里推的话 那秋千一直在当 所以那就是一个补偿的一个能量 这个能量也要周期化 就说你不能随便乱推 要跟着它的周期 配合它的周期去推 那么我们现在 在LC电路里面 那我们就在等号的右边 加一个这个 加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外面驱动它的 加一个加一个Voltage 加一个Voltage就等于你加一个能量进去了 那补偿它损失的能量 你用这个也可以 用Vcosωt也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交流电就开始有电压源了 它电压源是交流的 是这个一下子正一下子负 交流的 所以这个电路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交流电路 它是用交流电压源 驱动的 这个电路叫交流电路 所以交流电路上除了有交流电压源之外 它有电阻器 电容器跟电杆器 这四样元件 好现在我们看看 这三样电阻器 电容器跟电杆器 这个时候 我们加了这个电压 这些电源源的端电压 跟我们加的这个电压 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 请各位要特别留意 你这个要记住 要记住 你这个记不住 那整个交流电就学不下去了 你现在开始要 要仔细的听 假如这个电路上面 单单只有电阻器 那电感器跟电容器都不在 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里 加一个交流的电压源 那这个地方就开始有电流了 这个电流呢 也是一下流过来 一下流过去 我们这里的正负号 是表示瞬间 某一瞬间的话呢 这个电压是这边正这边负 所以电流就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在A跟B两端 加一个这个电动式 这就变成它的端电压 对不对 那么这个电阻呢 我们就可以用欧姆定律 VAB端电压 被R来除 VAB是等于Vcosωt 所以它这就等于V over R cosωt V over R 我们就令它等于I 这就好像电压的最大值 被电阻来除 就等于这个电流的最大值 这个是电压 电压的关系 电阻两端的端电压 跟经过电阻的电流 它们之间有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就看 V跟I跟R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好像什么 欧姆定律一样 欧姆定律一样 V就称为电压的 就称为这个电压的振幅 电压振幅 I就称为电流振幅 Voltage Amplitude I是I'm Current Amplitude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要记住 这个关系 这个你希望不要用背的 你能用理解的 最好 OK 第一个你记住 这个是 它的最大值 跟电流的最大值之间 满足欧姆定律 第二个呢 我们就看这个曲线 函数曲线 断电压的函数曲线 跟电流的函数曲线 我们画出来 VAB等于这个 画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IT是I cos omega t 你看这两个曲线怎么样呢 同起同落 同向 就是说这两个曲线 是in face 同向 同向 那现在我们介绍一个向量 跟转指 这个东西啊 以后我们有 比如说好几个电压 好几个电流 你要加起来的话 如果你用三角函数去算 那很难算 不是不可以算 很难算 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用绘图的方法 把这个 或者是这个 都化成所谓的向量 向量 那这个向量就是说 像VAB VAB 它就是什么呢 Voltage Voltage VAB Voltage 在时间这个轴上面 它在这里 就是说 它好像是什么 一个这样的一个箭头 在这个地方转 在这个地方转 跟我学过 剪弦运动就知道了 那么 它的VAB 就是在这里变化 这里变化 我们就把V 当做一个转指 它的箭尾 始终不离开 圆点 箭头在那个地方转动 这个叫做转指 电流也是一样 把这I当做是一个 向量 然后呢 它也在转 以Omega T的 Omega的角速度在转 它也是一个转指 那么 我们看这个 在T秒的时刻 两个向在横 横轴上的投影 一个就是V 这是大写的 大写的就是代表是一个 长数 是正幅 小写的才是 这是端电压 这是电流 跟时间有关系的 OK 所以它的投影 一个就是 I的话 就是I cos Omega T 对不对 看这个直到三角形 V呢 就等于大V 乘上cos Omega T 以上是 纯电阻 纯电阻 要记住 纯电阻 就在交流电压上面 你要记得 记得 它的电压跟电流 有什么关系 I等于V over R V呢是等于这个 I是等于同向 两个同向 所以它两个转指 一起转 一起转 现在我们看 纯电流的 纯电容的 交流电压 纯电容 这是一个电容 电阻跟电感都不在 这两端加上 交流电压 这个交流电压 电压就变成它的 端电压 对不对 所以VAB呢 我们假设 这个VAB还是这个形态 假设它是这个形态 这是我们加上去的 VAB是这个 那么这个Q 电容器上的电量 就等于CVAB 因为V是时间的函数 所以Q也是时间的函数 你把这个等于V cos omega T带进去 所以电容器上的电量 就是CV乘上 cos omega T 那么它的电流呢 这个地方的电流呢 等于DQ over DT 你看 你看 我们瞬间这个是正 电流就是这么流了 这么流的话 这是充电 这个变成正 这个变成负 所以电荷是进去的 就是输入这个电容器的 因此 而DQ over DT是正的 所以I就等于DQ over DT 那你就把这个 带到这里来 微分一下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因为V 用cos函数来表示 我们这里用sine 我们也把它划成cos比较好 将来好比较 它就变成cos Omega T加二分之π 把这个符号放进来 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最大的电流 这是一个最大的电流 IcosOmega T加上π over 2 二分之π 这个刚才马上没有讲到 电容器的 电容C跟频率F乘反比 你看这个 FC跟F跟C乘反比 那么电容越大 频率越大 那么它的容抗就越小 越小 所以在直流电路上的电容呢 F因为是零 零的话呢 这变成无穷大 那么因此 XC approaches infinity 所以电容器 电流就不能通过电容器 不能通过 所以在直流电路 与交流电路并存在电子电路中 电容器可以滤掉直流电 只让交流电通过 跟刚刚那个电感器 两个不一样 电感器是什么呢 它是滤掉 滤掉直流电 滤掉这个交流电 让这个直流电 让这个直流电通过 因为你交流电变化很大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 XL就很大 XL很大的话呢 电路就过不去 交流电就过不去 所以这个 刚刚弄掉这个 好 现在我们就看 我们刚刚得出什么呢 电流 对不对 有了电压以后 我们得了电流 好 那个式子里面 我们就发现 最大电流 是等于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写成 V over XC 它本来是 Omega C乘V了 可是我们 欧姆定律告诉我们 电流是等于什么 电压 被一个电阻来阻挡 所以 这个电阻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 Omega C分之一 所以Omega C就等于XC分之一 这个是等效电阻 它现在不叫电阻 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 融抗 Reactants capacitive reactants 叫融抗 所以 所以我们要记得 XC是等于 Omega C分之一 是电容器里面的 等效 电阻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知道 电流 电压 跟等效电阻之间 也满足 Omega C分之一 然后再看这个 跟时间的关系 V是等于 VcosOmega T I T是等于 IcosOmega T 加二分之排 所以这两个不在同向 不在同向 它要超前这个 就是它比它先到 所以从这里 我们得知 交流电路中 电容器的端电压 端电压 落后电流 90度 或者是电流 超前 端电压 90度 这个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电容器的 端电压 要比经过电容器的电流 落后90度 或者说经过电容器的电流 是要比电容器两吨的端电压 超前90度 是要记住 记不住 就没办法学了 是要记住 我们看这两个 V 如果是这个曲线 那I呢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的最大值 跟这个最大值 之间 有二分之排 它先到 然后再轮到他 看 是韩数区线 就相对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两个向量式子 我们看 V 在这里 Omega T V的速度在这里转 I呢 超前 它90度 所以呢 它 就在这个90度的方向上面 就这两个一起转 它这样转 它就这么转 它始终在它前面90度 就是两个向量 向量 Facial的图 OK 这要记住 这个都要记住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简单的例题 频率是60个hertz的时候 一个micro Farad 的电容器 它的融抗是什么 融抗是什么 那么我们看这个 XC reactance reactance 它是等于 三百七十六点八个 Megro 以上我们介绍的是 纯电感 现在我们要纯电容 现在我们看纯电感的交流电路 这三个介绍给你是基本的 你一定要把它记得牢牢的 这是电感器 我们加上一个交流电压 这个交流电压就变成它的 它的端电压 端电压 是等于这个 假设它是这个 有了端电压以后 因为这个电流是从零变成有 所以它就有个感应电动式 这边阵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那么感应电动式的大小 大小就等于VAB 因为它电流是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用绝对值 绝对值 它就L DI over DT 所以SINE的电感 你一定要记住 电感应电感器的EMF就是这个 电感器的EMF就是这个 那么因为V Omega T VLT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VcosOmega T 所以我们就可以解除 解除来 I 你把这个乘过来 L除过来 这个提出来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呢 就是这个值 那这个SINE Omega T 前面有个V over Omega L 这个就是它的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 OK 最大电流 好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 最大电流是等于这个 我们一向把电流 跟电压的关系 就是电流等于电压 被电阻来除 这是等效电阻 那就相当于 电感器有一个等效电阻 是Omega L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感抗 感抗 这个叫做感应器的 reactance L叫做感应器的 电抗 叫做感抗 叫做inductive reactance inductive reactance 单位是福特 单位是Om 我看看这个 刚才写到什么东西去了 感抗 这写错了 是欧母 单位是欧母 是欧母 OK 好 现在我们来 看下面 欧母要把它改过来 感抗 这要记住 这永远要记住 是感应器在交流电阻 所居入的等效电阻 感抗于质感系数 L跟F 你看它跟FL成正比 所以感抗欲大 这个欲大 质感系数欲大 频率越大 那么感抗也就是越大 这跟这个层比例 在直流电上的感应器 是由于F等于0 直流电 直流电它是没有频率 没有震荡频率 频率等于0 等于0的话 它是XL等于0 那XL等于0 就是说 一个电感器 在直流电的电路上面 它的等效电阻等于0 那就相当于它是什么 短路 电流通过电感器 不会产生压降 根据欧母定律就是说 V等于IR 因为电流经过电阻 5就会在电阻两端 产生压降 成为V 那现在这个等效电阻等于0 那么IXL就是0 所以它的电压 就不会下降 然后在交流电里面 F approaches infinity的时候 XL approaches infinity 你看交流电 交流电这个 它一秒钟可以有几百万次 大的不得了 这么大的时候 那这个也去很大很大 如果 一个电阻 它的电阻气 它的电阻很大很大的时候 它就断路 I等于0 因此感应器 在交流电里头 当频率很大的时候 它就好像是一个断路的种子 也可以说 感应器能够滤掉高频交流电流 而让直流电流通过 直流的电流通过 所以由以上结果得知 纯电感交流电路 有以下两个重要的关系 一个是这个关系 I等于V over XL XL等于Omega L 然后呢 这两个 这两个 就是 电压 是时间的余旋函数 电流是时间的正旋函数 那我们 刚刚是假设这个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SY Omega T 化成这个 COS Omega T 那它就可以对于什么 I COS Omega T 加九十度 加九十度 Omega T 看看 感应器的断电压 超前 超前电流 电流落后 这个落后它九十度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你把这个东西画一下 把这个画一下 这可以等于 COS Omega T 减九十度 减九十度它就是等于 减九十度呢 就是等于这个 不是 它可以等于COS Omega T 减九十度 COS Omega T 减九十度 就是COS Omega T 对不对 所以它是什么 要记住 这个一定要记住 电感器是电压 超前电流 电容器是 电流 超前电压 九十度 这要记住 这个是电压 这个是电流 OK 那么 我们画它的转子的话 这个是我们 假设用来做标准的 那么电流始终 要落后它九十度 所以这个当中 这个是九 九十度 OK 那它在转的时候 这一起转 它也以Omega的角速度转 它也以Omega的角速度在转 好 现在我们看 频率是六十Hz的时候 十个Henry的感应器 的电抗是多少 它的reactance是多少 那你就把这个 它是感应器 XL等于OmegaL 2πFL等于这么多 这个图书代表 图书代表 电阻电阻器 电阻器 电感器 跟电容器 它们之间的 等效电阻 跟Omega的关系 Omega的关系 所以你看 当这个Omega持续变大的时候 持续变大的时候 电阻就是一个场所 电阻是个场所 不管你是多大 电阻 电阻器的电阻是常数 Omega呢 这个电容器的电抗呢 因为它是OmegaC分之一 所以Omega越大 这个就越小 Omega越小 这个XC的值就越大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局限 但OmegaC无限大的时候 它是approach is zero 那这是电感器 电感器是OmegaL OmegaL Omega等于0 它又是0 Omega居无穷大 它也变成无穷大 当这个Omega变成0的时候 变成0的时候 它相当于一个 它只有这个存在 等于0的时候 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它有什么 它是相当于一个直流电路 它当然有电路 然后还有什么 有电阻 OK